台南市长赖清德昨天一番要巨星不要代言酒类广告的言论引起了讨论 而今天的另外一位绿营首长台中市长林嘉龙也跟进了 要艺人记住自己的社会责任 台南市长赖清德点名蔡依林张飞江慧等偶像巨星不要代言酒品 经纪人回籍不要把酒跟酒驾混为一谈 不过赖清德再接再厉还是坚持艺人们应该发挥正面影响力 民众本身他必须也要自律 明星代言酒类 这个只是其中的一环而已 那我们今天要特别点出来 我们希望明星不要代言酒类 完全是基于明星也有社会责任 任何的公众人物包括明星 他们得到社会的光环 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 所以在自己代言的时候当然也有一定的社会责任 另一位台中市长林嘉隆也搬出社会责任来附和 两位绿营市长接续对艺人代言酒品开炮 如此言论是不是会引发连锁效应也引起舆论关注 周杰伦他就拒绝台皮的广告 他甚至还做了一首歌叫做牛仔很忙 那一首歌词里面他还特别提到 牛仔到酒店不点酒他只点牛奶 为什么不点啤酒呢 因为啤酒伤身体 就连歌词都能一字不漏倒背如流 赖庆德不只能掌握哪些艺人 有代言酒类产品 对娱乐圈的敏感度更让人意外 不过酒品代言废高 对艺人来说更是知名度的象征 像是蔡依林从台湾代言 翻身成大中华区代言人 如今两位市长一起给艺人扣上社会责任的标签 又再度引发议论 UDN TV综合报道